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是金 我是金 歡迎收看WG姐妹會 今天我們兩個人 又再一次感覺到 自己真的老啊 我們看到我們台灣的希望 所以我們今天先歡迎 這四對可愛的爸爸媽媽們 還有小朋友 那為什麼今天請大家來呢 主要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說 你家裡面有沒有親子相處的困難呢 小朋友到不一樣的年紀 有沒有不一樣的對付方式呢 外國朋友來講 他們的親子之間的互動會更複雜 對 還有文化 因為它有兩種不同的文化交在小孩子身上 是 他們到底要學台灣的還是外國的 對啊 怎麼去平衡它才好 聽爸爸的還是媽媽的 對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真的 那我們今天請到了三位專家 來賓跟我們分享 首先我們先歡迎彥均 好 彥均 好 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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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王醫師 王醫師 醫師好 好 所以我們應該先跟大家問一下說 他們覺得自己是 我們最簡單的地方 什麼樣的爸媽 他們要 他們心裡怎麼樣想他們的父母親 對 來 問一下 這是你們家了 小絲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子 我先來什麼 我覺得 我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個 對 在三個孩子心中是一個 等一下 我最常講的 美 美麗 又完美 然後你在選字上就錯了 是 對 重複不好 重複不好就沒有美感 沒有 重複重複 就變很好 對 對 這個世太國我們那邊是變很好的 對 對 美麗呢 我這個不是誇自己 這個很多人講 然後 很多 很多很多人 就是 我聽到我已經習慣了 有的人說 小絲你很美 謝謝 我知道 對 小心你女兒的臉 你在搭 成為反覆 沒有 然後我說為什麼美麗又完美 我覺得我是一個 還蠻會 工作還蠻 就是 就算完美了 面面俱到的媽媽 對 就是會工作 然後長相又 不適合 不適合 不要一直喊喊口罩 其實我 你知道我看 今天難得有你的小朋友來 我今天要好好問一下 是 媽媽真的是 又漂亮又完美嗎 好 來 不會騙了 我想知道 得分得分 來 妳說 哪裡不完美 因為媽媽每次回家的時候 脫下來的衣服 媽媽都亂丟 都把它堆成了好幾堆 然後每次要走的路 都沒有辦法走 然後每次都是我來搜 如果我不搜的話 媽媽都會打我 小絲 問一下 媽媽都幾點的時候 下班回家 9點 9點多 這麼晚喔 菲菲妳們都幾點 要上床睡覺 不一定 不一定喔 所以妳有機會 每天跟媽媽講話嗎 很少 很少喔 那媽媽回家有沒有酒味 沒有 她還滿少喝酒 是 因為她要開車回家 對 人家不適合喝酒 可是我回頭問一下小事 妳工作都到很晚 有時候需要 有時候到 已經我回家了 小朋友都睡了 然後明天早上 有時候會沒有看到我 所以有時候我在機場 5點多 對 因為她要送嘛 她要送一些外籍 勞工朋友回家 對 然後要親自去機場 我們4點多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 在機場 妳還那麼早就要去機場 如果說他們是找班機 之後一大早3點4點 我就要去工廠街 然後就比較早出門 他們也沒有看到 變成習慣了吧 習慣啊 可是除非妳會不會有時候 也是有很多話 想要跟媽媽講 就是妳知道聊天 說學校發生什麼事啊 這樣子 不會 這個滿成型的 對 再問一下田中 你在兒子的心目中 是什麼樣子的爸爸呢 我覺得超級好 超好耶 你們這些爸爸媽媽人 不用A吧 每一個都這樣 你們都是來討罵的嘛 對 我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有多好 你說 因為是我很會陪他 可以一起去玩 就是外面抵足球啊 班球也可以 還是在家裡玩那個玩具也是可以 打電動也是可以 什麼都可以一起去玩 是 然後 比如說我想要去喝酒啊 還是要去酒店 我還可以台大一起去玩 喔 那是酒店 酒店而已喔 那那個孝潤幾歲啊 三歲的那個生日也是 他是在酒店 三歲的時候 你幫他拜一個酒店的Party喔 對 他那個 是你要去喝 然後你說是爸爸辦是不是 小姐 那他在酒店旁邊有小姐嗎 有啊 當然他最紅的 喔 那是小姐餵奶 沒有啦 倒數的時候皮筋拿起來 後來姐 這句話聽起來很深喔 這個 對 這太誇張了吧 是 所以小姐 真的是一個正好 爸爸真的是超級好嗎 嗯 肢體暴力 很厲害喔 爸爸剛剛說的那些事情 他真的全部都有做到嗎 陪你玩 陪你踢足球 陪你打電動 有 有 那爸爸會陪你做功課嗎 如果我不會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問他 可是有時候他就會 叫我說問媽媽 因為他爸爸中文不好嗎 不是 數學 數學 好厲害 老闆耶 數學很好了 對啊 今天早來這兩組不錯耶 不錯不錯不錯 對對對 都實話實說 我們就是要看救母親了 真的 都是救母媽 來阿福 你是個什麼樣子 阿福還好 我是一個 動很多的媽媽 喔 好慘 我沒有說我完美 我沒有說我很漂亮 對 我沒有超級好 我覺得我真的動很多 那我為什麼動很多 就是因為第一個 年紀大 我這邊應該也是年紀最大的 是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我 決定我這一輩子做錯的事 比做對的事情多太多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 當我女兒的私人顧問 所以她有任何的問題 她要做什麼事情之前 她可以先問我 爸爸這樣子 你覺得會怎麼樣 所以我如果覺得一定會有問題 那我就跟她講一些我以前經驗 她最近問你的問題是什麼 最近 最近問我 就是喝酒 比如說喝酒 他們現在開始出去了 說她的朋友已經有去喝酒 然後她覺得那我可不可以喝酒 我說你在德國16歲你就可以喝 你在台灣要等到18歲 所以你還沒辦法18歲 對 以前不要喝 然後到時候你要喝 我就跟她講 可以喝 但是喝要先準備好 就是要有人會帶你回家 而且是 不是回家 不是回家 對不對 這個我一直都講 是我們家 對 帶回我們家 所以她不要再做一樣 跟我一樣的錯 比如說喝太多 然後吐 然後很難看 我說我們以前都是笑哪些會吐的女生 會喝到很糟糕的時候 很醜 我從來沒有擺過一個就是很厲害的爸爸 反正我講的永遠都是對的 不會這樣 所以她不聽也沒關係 你講你的 我沒有想要信你的 對啊 就是我給你一些意見 你要不要做是你的事 我只是給你意見 而且我不管問什麼 她都有她以前的例子 但是都是不好的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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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聽 那如果什麼時候要開始教完 她就說 我跟我女朋友也都是下床 都是不好的 或是出去玩 然後跟同學出國也都是 我以前出國也都是不好的 可是她就說 你就 我跟你講 我哪裡做得不好 你以後去做就不會錯了 OK 而且爸爸說他講得不好的時候 他覺得 有沒有聽到有沒有覺得 爸爸其實玩得很開心 對 有玩得開心吧 來 湘妮 我們認識很久了 對 來 湘妮是個什麼樣子的媽媽呢 來 妳覺得妳自己有 來 自認為 最開明的媽媽 對 湘妮 是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中來不會 提他們說 你一定要幹嘛 幹嘛 我不會 我是會跟他們想 比如說 讀書 他讀書很 其實他很聰明 但是他不喜歡有腦 對不對 他真的 他不愛讀書 他喜歡去打球 對 但是好 你不要讀書沒關係 你不要讀書 你喜歡打籃球 我也不會跟他說 你不要去打籃球 對 但是我會跟他們講說 好 你現在不讀書 你以後長大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我是分享給他們 都是搞清楚說 不是說會按照他們 我是會跟他們講好的跟壞的 兩種我就會講給他們聽 讓他們自己去思考 那如果說熊哥 要帶聖文去酒店 你會答應嗎 不要選擇 不是 要不要 要一個點 哪個點 你也要去 那你去另外一個包廂 另外一個包廂 到他們的年禮到的話 要去沒關係 因為這個 你看 他已經到了 對 結果還OK 對 那我問一下 那如果鍾名哥 要帶你兒子去 我覺得如果 朋友很多 大家一起去 OK 他可以帶我兒子 但如果我老公 單獨帶兒子的話 我沒有辦法接受 真的太奇怪了 因為如果朋友很多 可能就是因為誰的生日 或什麼 帶你們聚會去那邊 你說老公帶兒子去處 如果說他純粹要幫你兒子 過生日 成年禮呢 人家是爬北道 那我會問我老公說 我女兒18歲的時候 我可以帶他去牛郎店嗎 喔 我老公如果OK的話 那他可以帶兒子去酒店 唉唷 對 那聖文 你剛才媽媽講 他很開明 我覺得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要聽那個 不開明的那一半 因為他會 逼我做影響事 這是 他剛剛不是說他不會 騙人 他說他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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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等一下說什麼 但是我也要知道 他是開明的媽媽耶 你先說 因為我現在剛畢業 然後就是很多假可以放 然後後面 媽媽就會 要我去上班 就是打工 就是賺金有利用錢 然後後面 我就不想去 然後媽媽就會逼我去 然後後面 我怎麼跟他講 就是他有時候會講不贏我 然後後面他就會 那時候就是 幾乎都是講電話 然後後面他就說等一下 然後把電話拿給爸爸 然後爸爸就跟我講道理 然後我每次都講不贏 然後講不贏的時候 只是摸鼻子聽他的 是 但是我結果我要話說 不是 結果不是說沒有道理 因為我結果東西 我今天說小孩子 要讓他們慢慢增長 都是說 比如說 照顧自己第一嘛 對不對 吃到鹼什麼來的 對不對 也不是說不給他 給他十千萬有的沒有 都有 但是結果東西也是 慢慢 我都是我給他們一個觀念 連我自己的觀念都是 媽媽這一些東西 要慢慢查進去 不是用 他說用逼的 當時也沒有用 不是說用 我不是覺得是用逼的 沒有真的去逼他對不對 對 我沒有是用逼的 是說讓他慢慢 慢慢解禁 慢慢摸 是 但是來看一下盛文 來 你心目中的媽媽 是什麼樣子呢 雖然我們都知道了 1 2 3 脾氣很差的媽媽 對… 來 恭喜 好 謝謝… 好厲害 為什麼 他脾氣真的非常差 而且很容易暴走 很容易暴走喔 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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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時候 他就會突然 就是有一次就是 他跟爸爸在吵架 早上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他們吵在半夜 我就趁著時間 就是那時候早上肚子 我就跟媽媽說 我要去買早餐 然後媽媽說 我就跟我直接凶我 然後我就心想說 為什麼要凶我 因為不是我惹你生氣的 對 然後還有一次前幾天就是 你的脾氣很差 真的 爸爸要帶媽媽去上班 然後那時候 媽媽 就跟爸爸說 時間還早 然後後面 爸爸想說時間還早 那他就跟我去 就是早餐店買個東西吃 他有跟媽媽講說 我要出去買早餐嗎 有 然後買回來的時候 我跟爸爸準備要吃的時候 然後後面 媽媽就出來抱我們說 我都要去上班了 你們竟然還在吃早餐 然後可是 是媽媽跟我們說 時間還早 我們講說去吃個早餐 然後在這無緣故就發表了 所以你們家的吃都從早餐開始 不是 不是 你已經買一個早餐太久了 我懷念不住 所以媽媽這樣子 突然暴怒的情況多久了 是好幾年了 從小就這樣玩 對 你從認識到現在就這樣子 對 我本來是想說 女生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確實會比較容易暴怒 但是 那我們來聽一下看堂堂 來 阿福是個什麼樣的爸爸呢 嗯 沒有 不懂 不懂 來吧 阿福把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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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妳說 他現在也老了嘛 然後 也老了 不要再太陽了 他比較老了 然後 他就會 喜歡跟我 還有我的朋友一起 是嗎 好像比較老的人都喜歡 裝年輕 對 然後他就會 喜歡學我跟同學講話 用的話語 OK 就像我們就會用YOLO YOLO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這就代表 你做什麼事 你只有活一次 所以你做什麼事 都要大膽去做 不用想太多 你想要做就做 對 然後這就是 如果你要去什麼 很刺激的地方 才這樣講的 可是他就 一聽到我跟我朋友說 他就會開始 喔 好 上學一塊 YOLO 喔 你跟同學去逛街 YOLO 小孩一早就起床了 YOLO 你在幹嘛 這不是 YOLO YOLO 他就以為是YOLO 所以爸爸誤會 那個用法的意思 對 然後不只這個 然後還有 LOL 這比較多人知道 就是 就是大笑的意思 對 然後 我上次我們家裡 養一隻小的鯨魚 然後牠就 死掉了 然後牠就傳簡訊給我 那時候跟朋友在外面 然後牠就說 你爸爸傳簡訊給你 牠就說 你養的鯨魚死掉了 LOL 爸爸好笑 他就說 我有什麼好笑的啊 牠就說 我就回家問牠 你害我朋友覺得 你是什麼瘋子耶 對 然後牠就說 沒有啊 我只是說你的鯨魚死掉了 Lots of love 爸爸 我很愛你的爸爸 可是牠就 牠想要用就算了 牠還給我用錯 我也很難看 我同學會覺得 你們家在幹嘛啊 這個我有話要講 那個OK 我承認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這個我當然知道 來討論對不對 那天我就是要 騙你 不懂 這樣懂 如果牠問我 我也會跟牠解釋 可是牠就覺得 我什麼我都懂 就其實不懂 我覺得這樣子 有點太過分 沒有 你還記不記得 你小時候 你一直都是很宣料 你爸爸嗎 你還知不知道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小學的時候 還跟我說 爸爸你還很酷耶 你都比別的爸爸 都酷很多了 然後你還欺負摩托車 我還欺負那種重機 送牠去學校 可是現在沒有啊 其他小朋友都坐巴士 每次我們快到學校 牠坐後面那麼矮 還看到那個學校 爸爸等一下等一下 巴士還沒到 所以我就是要在旁邊 我要先聽 然後等到巴士到了 所有的小朋友 在下車的時候 就說 好 現在開車 好 現在開車 媽媽那麼尷尬 好 那就來 來 我來了 所以 牠不是學長 堂堂現在比較不愛你了 可能 你現在我上學 要坐公車耶 對不對 真的 加到公司 你知道你等一下 坐幾號公車回家嗎 哇 真是 真是喔 幼稚的爸爸 對啊 來 我看一下 來 在校論 田中是個什麼的爸爸呢 不穿衣服的爸爸 就是他在家裡都只 都只穿內褲 有時候連內褲都不穿 換人晃光 沒有附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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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嗎 那普通吧 不是大家都這樣嗎 小生的 你好奇 他們家 他們家有女兒嗎 沒有 沒有 只有一個 那還好 然後媽媽也會這樣子嗎 媽媽不會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我不穿衣服 她不喜歡衣服 碰到她的皮膚的感覺 對 我不喜歡碰到皮膚的 那下次你就來錄影 就不用穿啊 對啊 你現在穿的會不會很熱 真的假的啦 沒有沒有 她也是啊 我哪有 我哪有 小狗兒子下車 我哪有 我哪有 所以你在家裡看到爸爸 一定是沒有穿衣服就對了 有時候要 等一下要出去的時候 有可能會穿 要當然吧 對啦 所以你從小就不喜歡這樣穿衣服嗎 對 所以你爸爸 你的爸爸也會這樣嗎 沒有看鏡子 應該 沒有看鏡子 都清楚 我弟弟會 你弟弟會 對 等等我問一下菲菲 爸爸在家不會這樣子嗎 不穿衣服 不會 不會啦 一定要的嘛 對不對 來 那我們看一下你的牌子 你覺得小獅是一個什麼樣的媽媽 自我感覺良好的媽媽 工作能力很強的媽媽 哎唷 滿滿的肯定耶 為什麼 因為媽媽每次工作啊 都要很晚才回家 嗯 然後禮拜一到禮拜五都會去工作 然後假日的時候 還要去來露營 對啊 然後一大早就來 就過來 然後 還要一大早就要趕來 然後 晚上都很晚才回家 對啊 叔叔聽起來很悲傷 對 這工作人員其實聽起來很悲傷 不會喔 對啊 那媽媽每次出去賺錢 會買什麼東西給你們嗎 會不會 要出去私錢 出去私錢 我們都會有 我們都會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哪裡 Savis 先買 先買禮物再來出去 對不對 真的喔 可是我回頭問一下唐唐喔 唐唐妳覺得 爸爸在螢光幕跟私底下 是一樣的人嗎 那你們是覺得很好笑 因為你們 一個禮拜只看他一次 一個禮拜 你說你要忍受幾天 對 而且他來這裡分享你們好笑 大家覺得好好玩 那走了就喔 好了 我是每一天 他什麼都 我講什麼都 都不當真的 就是 上次就 我在睡覺喔 然後他就突然跑進來 他就說 早安 早安 起來了 然後我就喔 嚇死了就起來 趕快 趕快準備打扮 然後要上學 結果我就看窗外 怎麼還是黑的 結果才凌晨四點 然後我發現之後 他就說 哈哈 騙你的 好好笑 他就覺得 好好笑 阿姆你有什麼毛病 你過得不著 你過得不著 然後這個 這個菜有 一 就害到我 就算了 上次我同學 他就約我出去玩 然後我就 我就 喔好 然後我在洗澡要準備 要香香的出去 對 然後我同學打給我的手機 然後他就接了 我洗完早出 他就說 你同學剛打來 他今天禁止 他說他臨時 他們家裡有事 然後我就 好 那就算了 就洗澡 要回去看電視 你沒有我打電話回去確認 對 太相信他了 然後半小時後 我同學打來 你怎麼還沒來 我嚇死了 我就說 你不是剛剛 我爸爸不是有接到 他就說沒有啊 我就問他就說 哈哈 對啊 騙到你了 對 很可憐 這個資訊不會 真的 你怎麼都無聊啊 那天啊 是什麼重要的 真的很無聊 我跟男生約會怎麼辦 沒有 前面那個 很喜歡這樣子 那個四點腳踏的時候 那個是報酬 因為以前 他常常都賴床 然後我每天早上都說 快一點 快一點 所以我還拿一杯水給他 這潑我的臉 對 很大耶 對 所以哪一天我就報酬 我說 天啊 差不多了 對啊 然後他來這裡 就分享這些故事 你們只是聽故事 他故事都是我在忍受 發生在我身上 他才有故事可以講 所以現在如果現在 現在可以給你 許一個願望的話 你會希望爸爸正常一點 也不會啊 其實滿好玩的 對 對 人就是這樣子啦 開玩笑太Over了 OK 那但是菲菲來 媽媽電視上跟回家 是一樣的人嗎 她在電視上說 她很會煮菜 然後有一次放假的時候 就是要煮飯啊 然後她忘記放水 然後結果到我們吃飯的時候 把店給我打開 然後結果飯還沒熟 結果她再重煮一次 我們就等到七點多 七八點多 太認真了 太認真的煮菜了 對 但是連飯都不會煮 有啦 電鍋有按有差下去 就沒有放水而已 沒有放 燒光 但問一下菲菲我問妳 媽媽做菜好吃嗎 好吃啊 是不是 對 看吧 但是 但是媽媽在節目上面 都是這樣很開心啊 很可愛的樣子啊 她回家也都是這樣 都很開心嗎 都一直跟你們是笑的嗎 還是說她有時候也好累 就覺得 好啦你們先不要吵媽媽 還是她回家只滑手機她都不關心 對 滑手機 那我叫順文 那妳呢 媽媽跟私底下是一模一樣 螢幕上跟私底下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這個 因為媽媽 你還要不要利用這個 你還要不要利用這個 媽媽上班 不是上班 上節目的時候 不是都會化妝嗎 對 弄頭髮然後擦狗紅 可是她在家裡的時候 她都很邋遢 然後有時候嚴重到 她就會洗完澡 因為她頭髮很多 然後洗完澡的時候 不吹頭髮直接睡覺 然後早上假 所以她枕頭會濕濕的 對 沒有 她會拿那個 她會拿毛巾點的 可是頭髮是濕的 起床會爆炸這個照片 哇塞 她是秘案現場嗎 好可怕 其實她在刷牙的時候 好恐怖喔 對啊 所以兒子的意思是希望說 媽媽平常在家也可以弄得 沒有臉一下 至少你乾淨一點嘛 乾淨一點 至少你洗完頭 要把頭髮吹乾淨 是 幹嘛是乾淨的啊 你還有怎麼樣 對不對 但我問一下阿福 在家裡 你是 你是好爸爸 白臉還是黑臉 對 還是兇的那個 他一點也不兇 他也不兇 沒有 詹莉我絕對是白臉 我是百分之百 是一個很 很疼他吧 他有任何 我連那個 指教 都是我幫他 天啊 有時候還會幫他捶頭髮 可是如果說今天躺躺真的 做一件事情 做得很不對 你很生氣 從來沒有過 他沒有讓你很生氣過 他真的 我想一想 你太愛他了 從來沒有讓我很生氣過 因為他以前做得 是更壞 沒錯 他真的還好 所以你做比較 我也是希望他可以 比較自然的長大 然後你說小孩子要玩 那你現在你小的時候 你不玩 那你什麼時候要玩 所以那個時候他五歲的時候 我們搬到德國 那個時候我就想 哇不錯 他現在在德國會過得很 很開心 就是像你剛剛說 幼稚園就是一直玩 一直玩 對 因為之前也是從不知道三歲 他媽媽就是把他丟到一個什麼 英文的幼稚園 要去英文 要數學 然後每個禮拜六還去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腦力開發 腦力開發 對 有什麼課就報名什麼課 然後到了德國我想 現在可以放鬆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老婆 真的是很厲害 他 我都不知道德國有補習班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 而且我們那個地方 那個城市還算是滿小的 他還厲害到到那邊 還找到補習班 對不對 教你去布什麼術學 還有什麼芭蕾舞 還有小提琴 還有鋼琴 還有什麼 所以我小時候 我們一天到晚都是出去玩 你看我們這邊鄉下地方 那麼漂亮 我們就是下午出去 然後晚上都髒髒的 髒髒細細回來 就很開心 那她 我喜歡我女兒也可以這樣 你看她長得那麼漂亮 真的如果真的不行 就找一個有錢的老公 我們的想法都比較西方 所以我們比較多事情可以聊 跟爸爸的話比 跟媽媽的話比較多 所以什麼好笑的 然後什麼 就話很多 跟爸爸話很多 可是就比較 我的心事就會跟媽媽這樣 我覺得台灣人的家庭都比較輕 就 就 在德國你十八歲 你就住外面 不會再跟爸爸媽媽住 然後在台灣好像很多都長大後 還是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或是讓他們來跟你們住 就 然後會一起吃晚餐之類的 然後就很輕 所以我就跟媽媽有這種 比較輕的感覺 所以我心事 就都會先跟媽媽 真正的祕密跟媽媽 對 終於 對 對 這麼用心 我的爸爸就是我的玩咖 我跟媽媽的話就不會那麼多 所以我們出去大家會覺得 哇 你跟爸爸一定感情比較好 因為我們是講不停的 對 什麼都可以笑 然後跟媽媽就比較 重要的事 因為他很愛開玩笑 你重要的事 其實也不能跟他講 跟他講也沒有用 聽起來也不重要的事 對不對 好 那我聽一下田中 我嗎 我是 你是黑臉白臉 超白的 真的嗎 是這樣嗎 我真的很好 你自己說你自己超級好 因為我在自己講 真的 對 所以那個常常 電視上說那個小朋友玩玩具之後 是不會 手 爛丟了 這個意思我完全不會生氣 是喔 可是如果我多錄的時候 當之我的話 我馬上丟掉而已 這樣子還不恐怖嗎 還不是一樣 這樣他就會自己收了 對 大家需要的東西 就自己收了 對 可是我不會生氣 是 他亂丟你不會生氣 但如果你踩到 一定把他丟垃圾桶 對 對不對 意思就是這樣子 對 這樣很棒 這個比大火還要恐怖 對 爸爸跟媽媽 你比較怕爸爸是不是 對 為什麼 因為以前在東京的時候 我們在便利商店 然後有一個人撞到他 他馬上衝去罵那個人 然後我一個 這個 那你講沒關係啊 然後他放我一個人 在便利商店 那個時候 所以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有陰影啦 是喔 那個不是撞到我的 那個是 我們兩個人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那好像是兩個年輕人進來就 好像是一直罵一個男生的 可是那個兩個男生好像是 那個大學生怎麼樣 那個有一點合罪的感覺 就一直罵那個 沒有關係的一個男生的 所以我覺得不好聽 所以說我告訴他 你不要這樣子 那他開始罵我 所以我就追到了 所以你出去打架就對了啦 那他那個 我生氣的話 他沒開始逃走 所以我就追他 就我告訴他 等一下 我馬上回來 就我出去 然後還有一次在 還有對不對 還有一次在東京吃飯的時候 又 媽媽在結帳的時候 又有人一個撞到他 然後他去 他 他有用場面撞到 他進去廁所 然後他馬上衝進去廁所 踢開門 叫他說對不起 哇塞 那個也是 這不一樣 是嗎 好可怕 你其實 你其實比鄉妮更暴怒吧 對 那個是 好可怕 我覺得日本人是 可能不能這樣子 要一個禮貌的國家 那 如果是撞到人 應該是要 不好意思 台灣人就會說 不好意思之類的吧 那他撞 那個應該 小小的日子的話 應該是要 讓人這樣子過去才對 可是他 大週日直接突然撞到我 就直接過去了 所以說我罵他 那他不停的話 他就馬上關進來廁所了 廁所在旁邊 這說不定很急啊 我覺得大家都好像是 民主式的教養 玩具不收 沒關係啊 反正只要 平常不關我的事 只要我踩到 我就把你丟掉等等 這叫教養的二分法 只有是跟非 教養要保持彈性 就是說 孩子畢竟還在長大跟成熟 我覺得 那個中間 可能要有警告 要有情緒的強度 我告訴你 我現在 再給你30秒 如果再沒收的話 我一定動手 我覺得這是緩衝 我覺得 教養孩子的過程 要有這個緩衝 因為他們 還沒有成熟到 像我們這樣子 那麼懂說 你等一下一定會動手 那等到他已經 你已經要動手的時候 他當然會嚇到 但是他害怕的是你的情緒 他害怕的 所以他還是讓孩子害怕 對 他記得的永遠是 你的情緒 對 他不記得你用情緒 教我什麼事情 對 這個是我覺得 在教養的過程中 跟我們 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只有對跟不對 最大的差別 老師講的這個就是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你就是說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我會這樣 就是 我算家裡 跟爸爸 我算是白 爸爸事情 你是白臉 對 我是白臉 為什麼呢 因為像家裡 所以他回泰國就晒黑 也對啦 沒有 我是那種 就是如果說我叫他們 他們知道 我的三個小朋友很棒就是 他早上起來 要去晒衣服這件事情 這個是他們每天要做的 吃完飯要洗完 這個是他們的工作 對 可是像玩具 像書什麼的 我就會遠遠看 我們家裡很亂對不對 對啦 很亂 我就說 你們 菲菲 去說 然後 然後就在那邊看電視 看得很入 我就看過去 還沒說 然後再去說 文秀 弟弟 什麼的 我就叫全部 幫忙說 一起說 好 三個就好 然後我就用我的 滑手機對不對 對 滑手機 我就在滑我的手機 然後他們就 好 然後他們也是看他們的電視 對 兩次了 對 我再看過去還是一樣 我說 你看 我講都沒有聽喔 這個就看得出來說 誰是白 誰是黑 但是我要問一下 這個讓另外一個太黑了 對 其實我覺得 不管黑臉跟白臉 都是愛孩子的 我常常在講 不可能我們不愛孩子 不管是黑還是白 但是黑跟白中間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要讓孩子有台階下 剛才聽到阿福 我覺得做得滿不錯的 他讓青春期的孩子 願意把話說出來 其實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時候 很多不願意說 對啊 越來越不說 那越來越不說 親子的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張 然後就會越來越多秘密 那最後可能就會粗暴 是 就是看狀況 如果說像 都書的話 我就會 要求很高 對 要求 是喔 多少 幾分 就是 數學要95分 然後其他都要90分以上 如果說沒有到標準的話 媽媽會罵啊 喔 只會罵啊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會ㄎ我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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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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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有教他啊 只能數學 其他我也不懂啦 對啊 你也不會問我吧其他 有啦 英文我很厲害啦 對 哈囉 Yes or No 媽媽 媽媽妳每次我問妳英文 講太難了 所以妳確定媽媽講的是英文嗎 妳可以講太難了 她說 媽媽妳為什麼發音跟老師講的 都不一樣 對 好像是泰國槍 泰國槍 對 再問一下香妮 那妳在家裡是黑臉還是白臉 其實 我的忍耐是最大的 除非他們真的讓我 非常的生氣的 生氣我才會 不然的話真的 我不會跟他們生氣還是罵 可是他說妳 從不是很生氣到非常生氣 大概只要五秒鐘 妳還一秒鐘啦 假的 不要看他們一定 我一定忍他們多久 重點 妳再什麼好人也是會生氣 但是我跟他們三個 我都是朋友嘛 對 結果都知道啊 就是我不希望有那個 那個有一個距離 一個線在中間 對 我希望跟他們夾一起 包括她 她給我做一個事情 真的太 我都是 你知道嗎 為什麼嗎 有一天 打電話給我 她說 媽 一起啊 我知道有事情 我說好 妳不要再啊 妳給我張重點 我說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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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趕快走 她說沒有 我在網路我有 我有釘 手鍊 我跟她說 借過咧 她說沒有 我錢不夠啊 妳幫我點 我說妳賣幾個 她說兩個 我想說 一個要給我嗎 結果 對 我說是啊 妳賣兩顆 妳賣兩顆幹什麼 她說沒有 一個要給我女朋友 她有兩隻手 左手一個右手 結果我就搞笑 跟她講啊 我說 哇 妳太扯了吧 妳朋友都還沒有認識我 還要幫她賣禮物啊 真的 結果 我們那個錢 我還是幫她付啊 對不對 我覺得 還好啊 是 真的是什麼事情 都只敢跟媽媽講嗎 爸爸比較難說 對 爸爸比較嚴肅 跟她講 感覺就是她會念我之類的 所以媽媽其實真的就是 比較好相處 對 可是有時候會不知道她說什麼 像上課的時候 就是下課回家 然後媽媽就問我說 那今天在學校怎麼樣啊 然後沒有 我就說沒有怎麼樣 然後她就一直問說 妳應該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那陣子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然後她就一直問 然後我也不知道她說什麼 她就是 就是要問到我說出來為止 然後我有時候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後來我再談好 因為爸爸 我們剛剛在錄影前有聊到 妳大概是在 爸爸 妳四年級的時候 我小 五年五年級的時候 爸爸開始上電視嘛 對 對 那妳覺得對妳的生活有影響嗎 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對我自己跟對我們一家三口 是不一樣的影響 就對我們三個就是 我跟媽媽就常常就 穿睡衣就方便到 家裡外面吃米粉的那個攤子 然後我們三個就去吃 然後就頭髮也沒梳 然後也沒有化妝 就穿得很邋遢 然後就 台灣的湯太好了 就大聲的喝 就很大聲 然後現在 就有時候會有人拍照 拍我們三個 然後上傳FB說 哇 看到阿福一家三口 野生的阿福一家 對不對 然後就拍得真的很不像樣 我喝到一半 嘴巴很大 然後頭髮亂亂的 就 就 不好看 就女生就喜歡 拍照的時候要好看啊 對 可是這樣就算了 我現在 妳害的 妳害的 因為現在 可是爸爸不在旁邊吧 不在 我自己跟朋友出去就會有時候 喔 你是阿福的女兒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慘了又不能殺價 然後就沒有力 就不好意思殺價 然後就會 或者是她就看到說 喔 你是阿福女兒 那我 假如我要買一瓶指甲油 那妳這個去光水 要不要也一起買 或是這個卸掉的棉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說 喔 不用 我就 喔 好好 然後我朋友就要等 妳現在 妳是來買指甲油 還是買整個來指甲 salon 對 所以就他們就現在都不想 要帶我出去夜市了 喔 所以妳要戴口罩啊 對 對 很討厭 對 對啊 爸爸太紅了 對 爸爸太紅了這樣子 所以淑妃媽媽也滿受歡迎的啊 有沒有這樣的困擾 有 有啊 怎麼樣 還好啦 就是每次 那個同學都說媽媽很漂亮啊 喔 困擾就是媽媽長得很漂亮 沒有困擾就是媽媽 媽媽也要 很好 妳好 妳好 妳知道嗎 對啊 不是我自己學啊 教的真好 妳們剛剛弄妳之前已經先去獲 沒有啦 對 所以同學會講 想說媽媽很漂亮 對 然後有時候出去的時候 我們明明就六點半可以 已經可以到家 然後有些人就認出媽媽 然後媽媽就在那裡拍照聊天 然後到處都七點 是喔 好麻煩 妳知道偶像喔 她不能這樣子拍完照就走 這樣潛得很沒有禮貌 對 要聊一下天 對 還是要聊一下 對 那是不是棍樓啊 不是了吧 有沒有因為這樣子出去 譬如說媽媽帶妳去逛夜市 人家就會說 哎唷 妳女兒好可愛喔 要請妳吃 有嗎 沒有 沒有喔 所以媽媽要更努力一點 她的棍樓是很慢可以回到家 因為我女兒習慣就是在家裡玩 對 出去一下一下他們就很想回家 對 可是妳同學不會說媽媽 就這樣常常要來電視台啊 說啊好棒 一定可以看到很多明星會不會 不會 不會 都不會羨慕 不會 但是另外一個人會羨慕 那就是聖文 喔 是喔 對不對 妳們同學啊 媽媽在上電視啊 對啊 妳同學應該會羨慕吧 因為就是 因為媽媽上節目的關係 然後有一些就是我要一起來 然後那邊有時候 因為都是禮拜六嘛 然後那邊同學 因為就是禮拜五不是 就是隔天就放假 然後他們禮拜五就會找我出去玩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 我明天要上節目 然後不行 然後他們會一直問說 妳會不會遇到羅志祥 幫我跟她要她的錢 禮拜六 禮拜六禮拜天運不到 沒有上班 那禮拜四還可以 對 只有我們在上班 不然就是什麼 還有幾個同學說 有沒有遇到小馬 幫我跟她要她的錢 可是有遇到 只是不知道她看起來好兇 沒有啦 她真的很兇 沒有錯 超過分的 可是最後呢 我還是想要問一下這個王醫師 因為你知道 想要跟孩子當朋友 是每一個父母的期望 但是什麼時候 我們應該主動出擊 什麼時候又可以 等著他們呢 讓他們自己來跟我們講 要怎麼樣促成 我覺得不要一直逼 對 像小妮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我知道 對 有一點點 我這樣講法應該不錯啦 對 好 那可是孩子會覺得很煩 當孩子覺得很煩的時候 就會覺得 覺得不想要跟你講 他想跟誰講 對 想跟他的朋友講 對 所以有時候 反而是我們把他逼到 不想跟你講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應該要放長線釣大魚 你表達關心啊 譬如說 你給他一些吃的 吃飯囉 今天有什麼東西啊 好 那現在不想吃 等一下我們再吃 然後等一下再問他說 那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聊 沒有 那就算了 我覺得你現在可能沒有 你想到有的時候 再來跟我聊 我覺得這個是各退一步 尤其是孩子越大了以後 越要有一點這樣的一個距離 對 你沒有了這個距離的話 會把孩子逼得好遠好遠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小時候那麼親密 長大之後怎麼越來越 對 我覺得東方的家庭 尤其台灣的爸媽 最常問我就是這樣 小時候都跟我很好啊 為什麼長大到國中 到高中了以後呢 完全都變了一個樣 我說不是變了一個樣 是其實 我們很擔心他改變 所以我們反而變得更緊張焦慮 可是他們感受那個情緒的能力 變得很厲害 所以你越那樣 我就越不想跟你講 我跟你講那麼多幹什麼 你不要懷疑我在做什麼壞事 那你如果你都這樣想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那乾脆算了 我跟你講也是白講 很多年輕人真的會這樣子想 所以我就說 父母要懂他們心裡面在想什麼 就算你很想要出口 你很想要去跟他們互動的話 等一等 是急著現在問 真的 所以呢 父母之間跟小孩的那種問題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在進化 那希望我們大家呢 都可以練成鋼鐵爸媽好不好 都跟我們小朋友很好的感情 是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請大家記得 訂閱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再來 按讚